优秀青年女歌手云朵来到金江 你好主持人 云朵有没有来过金江呢 非常遗憾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金江 因为上次啊 就是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 来到我们唱相新时代 走进金江的时候 非常遗憾 时间没有赶上 所以呢后来 这个咱们在上次北京央视的时候 也是代表金江我唱了一首千年之约 对 当时我就知道云朵和金江 许了一个千年之约 今天这个约终于实现了 我相信第一次来到金江 肯定对金江充满了好印象 因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街景 非常的美丽 金江的环境也非常好 当然最主要的金江人非常的热情 是的 是的 我就知道这边金江有中原文化 闽南文化 还有海洋文化特别多 然后来到金江 我发现金江也是一个 非常漂亮的城市 一年四季 好像就是这个季节 还有路边的花开着 特别干净 让我在这里感觉特别舒适 是的 我猜你跟我一样是北方人 来到金江都是充满了好奇 其实我觉得金江 确实是一座值得你 一来再来的城市 而且来了就不想走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 2020年市中运 正式启动了进入倒计时 其实我们的筹备工作 已经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比如我们已经是进行了主题曲 还有吉祥物的选拔 是吗 对 我们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组委会是通过了200多家 海内外媒体发布征集消息 共征集到吉祥物的作品是539件 主题歌的作品214首 经过专家评审的吉祥物和主题歌 各有10件优秀作品入选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看到的就是时间入选的吉祥物 好可爱 云朵最喜欢哪一个呢 我喜欢最上面的一对 在下面的 对中间的 我觉得都好看 都特别的好看 那一对小拼小爱 爱叭加给牙 我肯定说的不太准 大家可以通过 进江新闻网首页的 2020年进江第18届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吉祥物 主题歌征集评选专题 进入到投票的页面 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来投票 打call 而且接下来我们云朵将会 再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就是这次入选了的 一首主题曲的作品 当然还没有最终的定下 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 也是一首优秀的作品 对 下面把这首青春出彩 这次的主题歌 送给现场的所有的尊敬的领导 以及所有的朋友们 好 我们继续热热的掌声 送给云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